《甜蜜的你》 但家中突遭变故 他不得不接手父亲经营的动物医院 并在月老狗狗的牵线下 结识了背负着秘密过往的狗吃南科觅食 两人在秘密中携手创业 帮助患病的宠物和主人走向或温暖美好 《很想很想你》 是由谭剑次和周也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 剧情讲述了宝颜大学生女主孤生 即便默默无闻仍旧努力创作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和知名配音演员莫青城合作 没想到一次意外的声音偶遇 男主莫青城给他念了一段食谱 挑动了女主的心弦 男主毕业后选择告别配音圈 成为了一名心内科医生 专注于治病救人 而这次他们却在一场活动中不期而遇 两人距离被再次拉近 一个是业界的声优大神 一位是大学的创作鬼才 一场不期而遇的温暖 双生奔赴的爱情就此展开 田庚记是由曾顺熙和田希薇 领衔主演的穿越喜剧 剧情改编自作者若言的小说 重生小地主 与主前世被小三儿暗算 香消欲允 好不容易有了个重生的机会 醒来一看 小手小脚娃娃脸 竟然穿成了农村小萝莉 家境清贫 面临即将被卖掉的命运 重生后她决定反抗 却遇到了被仇家追杀的男主沈诺 一边是阻力重重的秘密行动 一边是连家鸡飞狗跳的日常 男女主携手 制斗亲戚 种田经营 发家致富 并在过程中相知相爱的故事 拥抱未来的你 是由张超和宗媛媛 领衔主演的都市田宠剧 讲述了生活在未来世界的女明星 眼末 意外患上罕见血液病 唯一能救她的人是生活在现代的天才科学家 顾眼之 女主为了获取男主的血液穿越到现代 她处心结律地想要接近男主 却发现若想取得合格血液 必须让顾眼之体内产生情感因子 然而在教导男主不合恋爱的过程中 却与她互生爱慕 因此改变了两人各自的命运进程 引发蝴蝶效应 为了挽回局面 当一切在时光回溯中重新来过 二人发现爱情和生命只可取其意时 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虎鹤腰失录 是由蒋龙和张灵鹤 领衔主演的古装剧 剧情讲述了山野孤儿虎子 因误打误撞吞食了质阳宝物赤猪 而结识了冷峻结痞的国语妖师队长齐小轩 两个个性迥异的年轻人 因一颗赤猪被迫一起上路 他们从彼此嫌弃到 被彼此身上的不同与闪光吸引 在一番历险成为生死之友时 齐小轩为了保护虎子身陷淋雨 为救出齐小轩 虎子与伙伴们一起参加国御妖师的选拔 却因此揭发出国御妖师的大阴谋 找到五百年前人妖大战的真相 以上的内容是10月份代播出的热门作品 希望这当中有你喜欢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掌握更多的新剧资讯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